- 為何沒男人愛? - 這樣大家都來寫一下,好不好? - 男朋友基本的要求是什麼? - 我就是很注重第一印象 - 我只要第一印象一看到這個人 - 我就知道有沒有發展的可能 - 他出去吃飯的時候 - 他不會總是回我 - 我不知道要吃什麼 - 隨便都可以 - 還有我沒有辦法接受路吃 - 因為我已經夠路吃了 - 我也是 是 他有兩個面相 對 這就覺得孤單 你沒有覺得這不是挑 這根本是一種刁難好不好 他們現在寫的都是所謂的 對 就讓人家這麼的 他並不是說真的這樣就好 接下來還會再 這樣一次要求下去 我們都發現 女生上面寫三項 其實後面都是一百項 是不是 是 兩線總共都幫我們講話了 什麼話 老實說 說什麼 其實要說是這個社會上 其實很多女生常覺得不公平 就其實都漂漂亮亮的 然後個性好像也不錯啊 什麼各方面都很好 可是奇怪 我們對男生也沒有特別挑啊 為什麼 那些男生都跟別人交 我們全都跟自己交 女生們常會大叛 總是找不到男友 然而這是否因為 他們在挑選條件太可可 而不自知呢 今天我們請來四位藝人代表 以及二十位男女生來賓 一起來分享討論 如此之外 我們也請到星座小王子 王岐老師 以及兩性專家郁姐愛 為我們提供專業的意見 與恨心 Apple跟夏宇蓉 兩位都覺得自己是不挑的女生 很不挑耶 對啊 不挑 不好不好 都被人家挑了 她倒體無完膚耶 被嫌過什麼 被嫌過 蠢啊 可是這個合理啊 這個合理 你不能講這個啦 這不是嫌 你講這個不行啦 被嫌過蠢 你不要講那些客觀 大家已經知道的 對 這樣好像也不太好 再次證明她的確 就是說有什麼非常主觀的嫌棄的是什麼 可能會嫌一些 又有被嫌 或是被嫌棄 憲力辣 或是被嫌棄工作的職業 生活習慣 是嫌你什麼髒啊 房間髒亂 這不是事實嗎 房間髒亂 但是我也曾經被嫌過就是職業啦 就是可能不喜歡我做這個職業 抛頭露面 對 也是有被嫌過 夏宇童被嫌到體無完膚是怎麼樣的情況 太黏啊 然後 胸部太小啊 太矮啊 工作也有耶 你站起來我們看一下 我今天穿比較高 不是 主要不是要看妳高不高 妳要看什麼 妳要看什麼 美人姐會有這種意思嗎 好過分喔 所以妳都不挑 我們都不挑 我們都要求的是很基本的 對 基本 妳看啦 我不挑 我只要求基本 對 好啦 比如說 比如說 這樣大家都來寫一下好不好 你們寫這個 男朋友 基本的要求是什麼好不好 好 來來來 那我們男生這邊再來歡迎 志翰哥 夏宇哥 來歡迎兩位喔 歡迎各位 大家好 這是基本喔 基本要求 很基本耶 我的超基本的 順眼這個就超有問題的 就是要帥 不是要帥 我這人沒有叫過什麼帥哥 但是我就是很注重第一印象 我只要第一印象 一看到這個人 我就知道有沒有發展的可能 還是只發到朋友 我們這邊這麼多男生 妳覺得哪一個符合妳所謂順眼的條件 符合順 只能選一個嗎 當然是可以複選啊 順眼的標準喔 這樣子啦 誰 妳是不順眼的 誰選不順眼的 我們直接用剃除法 妳不 我們現在先不管什麼才華 什麼收入所 就看妳臉而已 妳就過來 妳就過來站這邊 然後就跟我講 第二排第五個out 第三排第二 對 我們大家站起來 我們這是淘汰的時間 好不好 我這樣很失禮耶 我看妳要準有多低 來來 誰是不順眼的 就叫她坐下來 我這樣很失禮耶 不會失禮 這樣站一排 坐下 我第一個 你起碼先其他人吧 我第一個 你基本要求坐下 我第一個 因為對我來說 我很怕很怕男生太會打扮 好 所以坐下來 好 我可以不打扮啊 所以坐下 我要看一下 怎麼樣 妳一直看著我是怎麼樣 妳想叫人家坐坐 不要客氣 我要想叫你先好好站著 我想 而且沒有倫敏 對沒有什麼前輩 你可以坐下 對第二排第二個也可以坐下 不是我喜歡的類型 對 反正就是挑自己喜歡的類型就好 你的順眼的標準 第二排的 第二排 還有誰要坐下 第三個 你們三個都坐下 好 開始越來越狠 好 這樣消比較 他開始了 這樣比較快 再來 第一排也可以叫我們坐 我們其實站得很累 所以剩下都是可以的對不對 正義也坐好了 好 沒有沒有 對 對 對 正偉也坐一下 好 就這些 第二排剩到一個而已 所以這些都是你順眼的 第一排他還不好意思選 你好好講沒關係 我們坐沒差 校園哥差不多可以坐下 他一定算是給他面子給到現在 對 謝謝 謝謝 好 剩下這些我是可以接受的 好 OK好 謝謝 謝謝老闆 你有在裡面啊 那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我不是有說全部嗎 那也算啊 我連進去都不能算 我不知道你有在裡面 要是你有在裡面的話 你會留著啦 好不好 沒關係 對啊 你看其實我選了很多耶 那四個都算是順眼的 你們板子不要放 我們先來問一下 王綺跟玉 玉姐自己有寫 你也寫了 好 英文好 數學好 生活有紀律 為什麼數學要好 我自己數學很爛 如果他是那種邏輯比較好 或是我比較會順錢 你才挑吧 你的生活要有紀律 對 因為我很早起床 我大概每天五點半到六點半就會起床 所以他如果不是這樣子的 就有點難搭在一起 知數最能早起嗎 OK 那你們背會不會折成豆腐乾 玉姐你板子先放下來 王綺跟玉姐你們剛剛看到了 我們的Apple說順眼就好 可是你看光是順眼 這兩排十幾個男生 就已經打槍到只剩四個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Apple你是獅子座對不對 不是欸我牡羊 你是牡羊座嘛 也是火象 對 火象的 他們很在乎外表 就帶出去要像個樣子 然後居然敢寫順眼兩個字而已 所以他不會選納豆對不對 不一定 我有別的長處 因為我還...什麼別的長處 幹嘛 就如果個性是很能逗我開心的 我可能也會願意 那我笑爆你我跟你講 沒事沒事 還其他人看一下 好 好 所以你看喔 他都不挑 光是順眼就已經挑到 蠢細眼 太寬了對不對 好 那夏宇童要聰明 抵貼 對 這要主見啦 例如說出去吃飯的時候 他不會總是回我 我不知道要吃什麼 隨便都可以 男生不能這樣 對 還有我沒有辦法接受鹿吃 因為我已經夠鹿吃了 我也是 好 條件都來了 越來越多了 OK 好 就沒有辦法接受就是 可能不知道 跟我一起然後也不知道 往哪邊走的 鹿吃這件事情 是很傷男生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我覺得 鹿又不是我們發明的 不是 重點是男生不知道鹿就算了 又都不願意問人 對 問什麼 或是我跟他講 他打死都不相信說 就是要往右邊 對 我前陣子有個約會 然後一切都非常順暢 都覺得很棒 都有戀愛的音樂 在耳邊響起 結果後來 要送他回家的時候 然後在建國高架 然後因為要下一個高 我說所以我們現在是往北 還是往南 他說就往北 結果我就一下 就下到往基隆那邊 因為往北不然就往基隆 結果就下錯 他說應該是要往南那個 然後 然後瞬間戀愛的音樂 就停掉了 為什麼他開始臭臉了 他就說 前面都是笑得很開心 然後他們說 那我就 那你多包涵 我用衛星導航好 我就按著衛星導航之後 然後我就開始載他 那衛星導航就至少 不會開錯了吧 對 那我開一開之後 他就說 你應該要彎前面那條 右邊這條路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這才是真正的小路 你的衛星導航太壞 然後我說 好 然後就要一路這樣 然後後來我忍不住跟他 他就說 為什麼路我比你還熟呢 然後最後忍不住跟他說 因為我這是回你家的路啊 你當然要比我熟啊 可是 就是女生不能對男生路 要求人家 你的職業又不是進程師機 他要求也太多 對啊 家下次走黃泉路 然後 你不要講 不要講 不要講 你好過分啊 不是說女生要對男生多一點包容 因為其實我們也很慌 你知道 因為我們也很希望營造整個是 非常浪漫的一個約會 所以最後也希望有個好的結束 可是在路上面這件事情 沒有 我們也可以包容啊 只是你要可以接受 聽得進去我們的意見 好 這個可以 所以你只要聰明體貼 對 順眼 還有愛乾淨 愛乾淨好 沒有 愛乾淨就這樣很重要 因為我以前大學 我真的教過一個 就是那時候 就坐他的摩托車嘛 然後冬天冷 他就說 手放到他的那個口袋裡面 我手一放進去 就黏黏的 我就嚇到 我就這樣 我一拿出來之後 是口香糖 你切口香糖 真的是口香糖 他就是可能吃完有沒有 可能就是 水手一放 他可能衛生紙什麼 就塞進去 然後可能那口香糖 跑出來他也都不知道 然後你們就髒髒的這樣 不能是路痴 還要愛乾淨 聰明 體貼 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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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工作三到五年 這基本的一些收入了吧 這好自信喔 什麼 他有穩定工作超過三到五年就對了 然後持續還有工作就對了 有 我覺得男生如果一直換工作 感覺就沒辦法吃 喔 沒有穩定性 就是他的薪水如果 好之後二十K也沒關係 對啊 那你真的可以考慮我們的攝影師 因為這個班底 我看他們在這工作已經很久了 他很穩定 他都超孝順 對啊 這都哪一年開始跟你們合作到現在 OK 對 我條件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 OK 好 OK 悠悠是要求算比較低還是高 其實沒有那麼淺 她有兩個面相 陪妳大便 對 妳說陪妳大便不是很淺的事情 沒有那麼淺的 她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比較依賴男朋友 我可能去哪裡都要男朋友陪 對 然後我會 那沒有男朋友的時候 妳是怎麼活在世上的 沒辦法 沒有辦法活 她現在都在發醜了 所以妳從幾歲 妳幾歲開始交男朋友 國中畢業 那妳國中畢業以前是怎麼活著的 我覺得 就是我很喜歡人家陪一半啊 對啊 就是讓妳黏就對了 對 所以妳國中畢業之後 沒有男朋友過 現在沒有 就是一直到大學 對 對 那沒有男朋友妳也可以活啊 沒辦法大便都很想哭 什麼意思啊 大便就自己太孤單了 不出來 痛到想哭吧 可是我懂這種心情 懂不懂的 因為她是特立喔 不要趕快臉策 那個我們不一樣 麻煩切割一下 我現在不想大便 因為姐姐妳投票在發麻嗎 我不是 這不是挑 大豆妳沒有覺得這不是挑 這根本是一種刁難好不好 這已經 有兩個面向 來 講清楚來 第二個是要愛我 就是要愛我的全部 連大便的味道都要喜歡 你有病啊妳 心好硬喔 沒有沒有 這點我接受 這點我接受 因為我覺得愛一個人 真的是要這樣 真的 對妳看像那個王月跟李國修老師 有點錢就好 是要怎樣算有點錢 就不用 我就覺得還是不用用 不用太為生活去煩惱這樣子 那是多少 基本 三萬應該不會太高吧 一個月要給妳三萬 不是啦 就是她自己本身 身上薪水 還是要為生活困擾一點點 有三萬是不是 對啊 就三萬就可以啦 好 了解 其他呢 就基本要求是這樣子 對啊 因為我覺得妳三萬以上 對於男生來講 我的 還要延伸出來的東西 還要進階要求 我問一下這邊的男生 就是 你目前有三萬塊 有月薪三萬塊的 有月薪三萬的請舉圈 舉圈 沒有的舉差好不好 不過因為 有些比較年輕啦 其實她這個要求 還有很多人沒有辦法 還是很多人符合 但是有些人也不行 因為年紀的關係 還是會有差吧 好 我們來看其他人 是順眼啦 專一上進 乾淨皮膚白啦 好 後面的把板子拿高一點 我看一下 這可以走了 責任感誠實 身高175 順眼 善良 上進心 專一上進心 超貼心 我最重要 妳就跟郵郵一樣 對 然後那個看 後面那個 看順眼就OK 看順眼就OK OK 好 但是這個條件 我們這邊男生看一下 你們覺得說 會不會覺得這些女生 是挑不挑 覺得他們很挑的圈 覺得還好差 哪有很挑 你看他都覺得你們很挑 這是POMMASANCE耶 是他們挑在哪裡 不是 你不要把大便那一位 算進來 對 不要不能算大便那一位 你們就整體來看 他們現在寫的都是所謂的 基本條件 對 就讓人家這麼的 他並不是說真的這樣就好 接下來還會再 軟頭琴滾這樣一直要求下去 對 而且人人都稱我是 瞬眼小哥 他竟然 瞬眼瞬一下 瞬眼這一項叫我大便 記什麼首好 人人是誰 大家 我的Facebook什麼朋友 都說我 給我一個新的稱號 叫瞬眼小哥 他竟然瞬眼這一項叫我大便 既然這麼瞬眼 我們今天就好好來辯論一下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分了幾個回合 首先夏宇童 有請 你是代表女生來講一下 加油 小哈 你要好好地幫男生回覆一下 好的 第一回合 雙方要辯論的題目是 女人是否真的不挑呢 首先上場對戰的哈孝遠 以及夏宇童 究竟夏宇童 能為女生做辯解嗎 這已經是最基本的 為什麼很多男人 就是做不到啊 你們女人啊 嘴巴說不挑 條件總是比天高啊 就是因為我之前有交過一個 交過一個男朋友 然後那個男朋友 他就是他不太能夠 應該說他的脾氣 他的EQ不是很好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是說 好吧 剛在閒陣就請他來決定 就那個餐廳要去吃哪一間 那就是你決定 然後說好喔 然後就到約會那一天 他餐廳也沒有訂 然後他也不知道要吃什麼 然後我問他說 那你要吃中的西的泰的 你選一個啊 我不知道欸 看你啊 什麼都看你啊 然後後來就想說 好吧 那我們去吃一間甜點店 就那甜點店要排很久 排超久 然後其實原本之前 就說好是那一家 他沒有定位 然後我們排很久 大概兩個多小時 進去之後 我們要吃個甜點賣完了 然後那個男生就很不高興 就開始跟服務生講說 欸 我們排那麼久 進來甜點也沒了 那是不是應該要有折扣 我就覺得很丟臉 這滿久 然後重點是因為 為什麼你要跟他要折扣 那又不是服務生他可以決定的 照理來說就是沒有就算啦 而且是你自己本來就應該要訂好的餐廳嘛 對 然後後來折扣要不到 因為加上那個時候 店裡面人很多 服務生可能一直叫來 然後他一直沒有過來 幫我們點餐 然後那個 那個男生當下就 真的就拍桌站起來 就說 不要吃了啦 來這邊吃幹嘛 應該又那麼餓 然後點不到餐 要吃的又沒有 不要吃啦 走啦 就這樣就離開了 就把我拉走了 我覺得很丟臉 所以他是你男朋友還是在追你的人 那個時候算是剛在一起 剛要 就是真的就是約會這樣子 所以你是出來指責說 其實男生就是EQD這件事情 小氣啊 小家子氣啊 小家子氣啊 而且我覺得不應該 遷怒在服務生上面 所以這種小氣男生就是不符合你的條件 就對了 而且我覺得這也算是一方面 我覺得也是不太聰明 就是你可以用別的方式去溝通 請服務生過來 因為人家做服務業的也很辛苦啊 而且沒有 不體貼不聰明 對 所以OUT 也沒有顧慮到他啦 因為他是藝人 然後還這樣子在他面前 他這樣很丟臉 但其實那時候是大學生還好 都學生啊 對 那時候都學生還好 那你會顧人家的面子嗎 我會啊 我不會在大庭廣眾下就是罵人 我會把他拉到廁所罵 所以你很 你應該講說你討厭的是EQ很低的人 嗯 還有因為開車騎車讓你沒面子嗎 有 因為我其實 滿大學的時候我就有開車去上課 因為那時候反而就是 很謙人 不是不是 是因為 車是二手的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家裡面 就是我媽不讓我出來住 我媽就說那你就是通勤啦 通勤 就是開車這樣子 那時候交了一個男朋友 他在外縣市 然後我每次都要坐 因為他說他不想要我開車去找他 他覺得這樣沒面子 對 他就規定我一定要坐火車去找他 重點是我每次坐火車去 我一大早起來我去 然後都要等他一個半小時 因為他一定會睡過頭 然後重點是 坐火車去哪裡找他啊 就是到桃園 坐火車到桃園 到那個火車站 然後他再來接我 火車站來接你 在騎車來接我 你要去哪裡 在 約會啊 再去吃飯或是跟他去上課之類的 就可能我沒有課的時候 對 就可能我會去找他 然後 有一次就是因為下雨 我就想說 我怕會感冒 然後我想說那乾脆我們就一起坐火車 坐車回去 但他打死不要 他一定堅持 就是我要坐他的摩托車 從桃園 然後騎回台北 然後我們兩個人後來都重感冒 然後我還感冒到後來是支氣管炎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蠻浪漫的 他是Key人的 他就是愛面子 他就是堅持 他為什麼女生開車 男生會覺得說好像自己就是第一階 他就是不想 對 他覺得沒有面子 所以這種太大男人的就是也out 其實他們就是真的很挑的一群女生 這樣子不是挑 哪裡挑 這才不挑吧 我是關心他其實我也是怕他會感冒 我怕他會感冒耶 這個 因為我們男生 我們自己學生時代的時候 其實我們騎摩托車 我們可以坐火車啊 我們可以坐火車啊 沒有有摩托車為什麼要坐火車 會感冒啊 既然你愛他 你就要連他騎摩托車都愛 那如果我跟你說 我MC來了我不想要這樣淋濕濕的這樣子 你還會堅持嗎 當然已經到這種地步 我們男生不會堅持 可是因為我跟妳講 那個時候 比如說我騎摩托車的心態 他們覺得說 其實我們平常看這種程度的雨 我們平常騎摩托車的人習慣 就覺得穿著雨衣 是大雨耶 好雨喔 那這個就有點 好雨喔 如果真的下太大的話 小雨我ok啊 去哪我都好啊 小孩你會覺得女生對錢 這件事情會特別在意 當然 尤其是那種大學就開車的女生 我就有一個很慘痛的遭遇 像我大一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是剛剛上大學 那有一個女同學長得就是 蠻漂亮 白白淨淨的 然後家事也很好 她也是開車上學 大一就開車上學 然後我那時候是體保生 所以我們兩個在班上 就是比較不會去跟人家聊天 所以我們兩個都算孤鳥這樣子 那我們兩個就自己 就慢慢的就聊開 我們兩個就變成好朋友 結果 那經過大概半學期的相處 我就覺得這女生真的還不錯 然後再加上剛上大學 很想交女朋友 然後有一次在跨年的時候 我就約她好像去山上看夜景 結果那一次我就騎摩托車載她 然後到山上我就問她說 我說那你怎麼都沒有男朋友這樣 那你是不是有什麼條件這樣 她就說我的條件就是 其實我覺得男生喔 高矮胖瘦不要緊 送送 高矮胖瘦不要緊 就是我了嘛對不對 我說那可是你自己開車對不對 那可是現在我們大學生 哪有人有車 大家都騎摩托車啊 她說拜託 我是那種人嗎 我是那麼眼光短淺的人嗎 你看你剛剛騎摩托車載我上山 我也OK啊 所以騎摩托車的我也OK 再重 又重 對不對 我就說那個性方面啊 什麼的怎麼樣 她說我是覺得說 也不一定要很有錢 只要可以哄我開心 講話算幽默就好 那就是我了嘛 我覺得她根本就在暗示我 好 隔天1月1號 我就向她告白 我就說那你要當我的女朋友嗎 她竟然就這樣很詫異地說 我覺得我們的感情 很像家人一樣 你對我來說 就像大哥哥一樣的讓我尊敬 所以我沒有辦法接受 雖然說我覺得你的整個條件 都很符合我 我就喔好吧 那可能真的她覺得還時候未到 過了一個月以後 她就跟別的戲 四年級的學長在一起 那個學長大概除了身高以外 其他沒有一項輸我 長得超帥 然後大四就開福斯的車上學 然後大概186公分 就是這樣 這個怎麼聽都會選那個學長啊 你說的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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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如果說今天你沒有跟我講說 你不挑 然後你去挑那個學長 你會常常講說不挑 讓我們男生心動了 對 覺得應該行動一下 對 你如果說 你說你 其實我喜歡怎麼樣 你們都講不挑 結果人家就想說 好 那我們就勇敢地追求 你們又開始講 沒有 這個不行 男生也會講說他不挑 可是男生條件開出來的時候 其實也很多 不是只有女生 而且我覺得 你不可以針對就是有開車的人 我跟你講 有開車開車開車的人 最討厭 大學女生有開車最討厭 沒有 為什麼 你這是針對 這是針對 這是偏見 我最討厭那種不挑 沒關係 我們回座 慢慢聊 問一下這個 我們男生跳來這邊 真的有沒有聽過說 有些女生明明說不挑不挑 但其實挑爆了 有沒有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 像 因為我已經單身很久 然後我剛好朋友 就介紹一個女生 你現在有單身嗎 真的啦 我現在單身 然後就是之前的事情 然後呢 她剛好就介紹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她說 這個女生跟她說就是 她不在乎就是男朋友沒有錢 然後只要風趣幽默就好 然後我就想說 這樣的女生 哇 太難得了 一定要約出來認識一下 然後就成功約出來 然後呢 一見面 這個女生跟我一見面 然後她就跟我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在我朋友那邊 就是花了一些錢 她身上錢貸不少 那她就問我身上有多少錢 然後我說 沒關係 我不夠再去領就好 她就一聲 喔 然後自從那一刻開始 她就好像開那種自動導航模式一樣 完全不聽我跟她講的任何內容 直到我跟她提說 欸 我最近一個工作 然後多少點多少錢 喔 真的喔 那你平常一個月都賺多少錢 然後存款多少錢 然後存款多少錢 之後呢 全部的話題都圍繞在錢上面 然後 然後我就跟她講講講 講完之後 然後發現 就她好像聽到我這樣子 譬如說 我可能一個月才多少 可能才三萬 什麼之類的 然後她又覺得 還好 然後之後呢 結束 然後我賴她 她就不回應 她就說我很忙 然後我就說 欸那就是上次吃飯還不錯 她說那要不要再 就我們再出去一次 她說 不知道欸 我可能最近沒什麼空 然後我有點累了 你上次請她吃什麼 就是一家很好吃的韓國料理 可能她不喜歡吃韓國料理 多少錢 可能你跟她聊的話 多少錢 就很便宜啦 大概幾百塊 你有問過她想吃什麼嗎 那是她要的嗎 她就說沒關係啊 就叫我來決定 那什麼東西都我們男生做主 女生不是最喜歡我們男生做主嗎 沒有 你不了解她 我就做主給你看 而且男生有覺得說 你跟我們聊到收入之後 你才慢慢的好像跟我們見行見言 OK好 當然你不了解她 第一次認識怎麼會了解她 對啊 而且真的說老實話 第一次認識要請那麼貴的東西 欸 我又不知道我可以跟你 不是 我是說 欸 什麼意思啊 我是說 什麼意思啊 說清楚 我是說我 就是我又不知道 就是這一日出去的時候 我們的未來可以有什麼樣的發展 有什麼樣的好的發展 所以就是 而且你看 剛開始就請你們 就是比較高級餐廳 就是你不能 後面怎麼辦 我懂 你去幫我問他們 我覺得你盡量不要代表我們男生 你幫我去問男生 按照他剛剛這個邏輯 請問請吃多少錢 他們認為是可以幹嘛的 真的好可怕喔 這個要怎麼 這個要怎麼 這個要知道 我男生在立場回答你們女生 就是 算你們回答 回答 你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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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男生沒有想那麼公立好不好 什麼 我們跟朋友來吃 我們也可以想不吃很好的 不是說一定說要幹嘛 才要請他吃貴的 但你知道他剛剛的邏輯 他一直想幹嘛 如果請吃飯就可以幹嘛的話 那這個世界太容易了 沒有那麼容易的啦 對 所以說沒有要幹嘛 只不過就是譬如說 你看像一個高級單親 燈光美氣氛家 一杯紅酒 那如果要幹嘛他願意花 他覺得他花多少錢 對 你覺得如果 如果他擺明第一次吃完飯 就可以 那你願意花多少錢請他吃飯啊 我們乾脆就省去吃飯這個部分 對啊 直接把錢給這女生不是更好嗎 服務要 服務要 不要走到這個方向去 沒有啦我覺得女生的確 因為像我碰過一個女生 是那時候在追求的時候 然後她就說 我說你喜歡什麼條件男生 她說我喜歡就是逗我開心的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當然是使勁 對不對 渾身解數 每次出去讓她真的很開心 結果最後等她告白的時候 她拒絕了 她說沒有 我說為什麼你要拒絕 你不是很喜歡人家動你開心 她說 沒有因為你太好笑了 太過了 她就覺得說 她看到我都直接想到好玩好笑 然後就沒有對你有就是想法 開心而不動心 對啊 那問一下 有沒有已經降低標準了 但是覺得還是沒有辦法在一起 小一有嗎 女生這邊 有 我之前交過一個男朋友 她薪水就真的是20K而已 然後她 可是她每個月都會透支 就是我跟她說20K其實你不用 就沒有算在我們約會什麼的 就是供她自己而已 可是她每個月都要跟老闆預支 然後導致就是到最後 譬如說如果一個月要到領薪水的時候 都要先扣她的那個預支的薪水 就變成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OK 好 那優優呢 我之前就是有交易 我之前就想說外表不重要 就是個性合得來就好了 可是她就是個性跟我很合 然後我朋友家人都很喜歡她 可是最後就是每天早上起來 一睜開眼睛我就 先被嚇一大跳 每天 對 為什麼 就是 是妳看到鏡子裡素顏的自己嗎 沒有 妳們很壞 太壞了 他們很壞 那剛剛一一發言的時候 他們就在那邊碎碎唸 其實準備要攻擊了吧 對啊 好壞喔 沒有 其實我很愛她 我可以跟她就是也是做任何事情 但是就是 就是變成說想要 妳把她開燈就對了 就是 不是 我覺得 我覺得好矛盾喔 就她在早上 對啊 妳早上是被什麼嚇醒啊 妳就會一睜開眼睛就想說 為什麼 就是 男朋友 長這麼 對 後來我就是有拒絕 然後她最後還講一句很可憐的話 她說 就是Baby還是我套紙套在頭上 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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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可憐了 不是 我跟你講 這種自習式很危險 容易出人命 因為她也覺得自己外表不好 不是 因為她 我後來是真的沒辦法 我可以跟她做情侶約會 可是我沒辦法跟她親密 為什麼 因為外型 妳不喜歡 所以還是要順眼吧 還是要順眼 後來發現還是要順眼 可是妳 等一下 但是她如果長得這樣 妳還可以跟她約會 但是 可以 因為我算愛她 我喜歡跟她相處的過程 可是因為親密可能很近 可是親密可能很近 對 可是親密的時候是另一個層 我想幫她講話 她很難 對 她很難 妳連她臉都不能接受 她可以聞妳的大便位 妳可以為了她買眼罩嗎 她可以為了她買眼罩 然後妳不能接受她的外表 妳會碰到一個好男人的 好 祝福妳 好酸喔 好酸喔 所以問一下雨雪愛 我們都發現女生上面寫三項 其實後面都是一百項 是不是啊 騙人 為什麼要欺騙我們 為什麼要欺騙我們 所以說女生說挑跟不挑 其實妳不可以聽她字面上的意思 她說她不挑 是因為她把其他的那些條件 都當作理所當然 妳本來就應該要知道 對嘛 什麼叫理所當然 那女生如果跟你說她很挑 其實她也不一定是挑喔 她說她很挑 其實她只是說 我其實沒有那麼好把 但其實她搞不好很好把 所以我覺得挑跟不挑 是真的看字面上的意思的 志可 到底挑不挑 王岐老師 妳幫我們測一下 我們就來看一下她們到底是 真心話不挑還是假的 我也要測嗎 那我還要測 好好玩喔 我們來測一下女人的挑 女生來選吧對不對 對 這邊有從左到右 1 2 3 4 5 我選3 選誰 這是要選什麼 就第一直覺嗎 第一直覺你喜歡哪張牌 選第一張的請舉手 哪一張 我第一張 我第一張 下一頭 第一張 好選第二張 第二張 你要Apple 好Apple 我選第三張 美人姐是3 美人姐 第四張有嗎 郁姐愛要選 她還是第五張 第四張沒有 第四張沒有 好我們從第一張開始看 第五張 第五張 郁姐愛是第五張 小儀也是 好 好來我們看一下第一張 第一張是 第一張的是誰 夏宇童 夏宇童 好 好害怕喔 第一張應該滿挑 我這麼熱的臉 妳的挑水指數呢 大概 60% 過半耶 過半 及格啦 一條 老師分析她 我分析一下選這張牌的人 其實她 我們看一下 她會審慎評估這個東西 其實選擇這張牌的人 責任感 其實你是有責任感的 對這段感情是有責任感的 所以其實 一旦你要付出 所以 你有設定一些標準啦 因為你覺得你要付出 就是要負責任了 所以其實你會 比較仔細的 高標的 來看待對方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可能會有一種 公平性的心態 我會先 你會先釋出一點善意 然後再看看對方 有什麼樣的feedback 如果是好的 我們再慢慢加深 好 所以其實是保持一些距離的 OK 我們看一下 第二張 第二個 PAPLE 40分 唉唷 真的比較不挑一點 我真的很不挑耶 對啊 房間這麼爛 還有什麼資格挑 對啊 真的 她的不挑原因是 她現在不挑的原因是 因為她一直以來呢 為什麼叫順從命運 一切隨緣 我真的是這樣的人 我配合度超高 真的 倒立你也可以嗎 倒立我不會啦 但是我是說 其實我是很容易 被掌控的那種人 唉唷 這種 對 其實主要是來自於她以前 有一種 就是她想要什麼 然後老師來的人 都不是她想要的 那種莫非定律 所以她想 就是因為這樣久了 所以疲乏了 乾脆到現在 順從命運 對 隨緣了啦 唉 反正來了就對了 我們看一下美人姐的 80分 我的天啊 最挑的是你 對 我們看一下什麼原因 我一開始想 就想我很挑啊 你自己看 對 OK 高標待人 選擇這張牌的美人姐 其實對感情的品質 非常的要求 然後 其實她寧願孤獨 也不要再膚淺的 感情上面打轉 哇 所以 這也是很 也很有 這個滿準的 對 很有歌星 對她自己來講 她自己眼以綠己 她也要眼以待人 所以她 尤其是她喜歡在 男生的背後 偷偷的 隱密的打分數 人家我整個背都是數字 她寧願守著她的孤獨 也要等到 等到她 讓她為之眼睛一亮的 那個曙光出現 哇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章 第四個 目前 現場女生都是挑的 對啊 沒有人不挑 落度放縱 這好慘喔 這也太不挑了吧 所以沒有人選 她現喔 所以幾乎沒有人選 她主要是 沒來 現在在放縱當中 對 我們來看玉姐愛 對 好 我們直接看玉姐愛 該不是幾百分吧 好 恭喜玉姐愛 很高吧 100 0分 100吧 10分嗎 兩性作家 剛剛從那個生活 我們還是兩性作家 對啊 兩性作家 她其實不只是設下高標準 而且她要非常全面掌控才行 而且她需要的標準是要 我訂了所有的遊戲規則 然後對方都要臣服於我 對啊 她剛剛就是什麼生活好 女孩子 數學還要好 數學好 那種紀律 要有紀律 你男朋友根本就跟當兵一樣 真的 她交男朋友之前先發微積分考卷 給她寫 對啊 好可怕 還有另外就是說 她希望對方可能會有一些身份地位 或一些權利 選擇那張牌的人 因為她覺得她可以駕馭這樣的男人 等於她更高人一等了 哇 好可怕 可是玉姐愛 為什麼女人呢 都會習慣講自己從來都不挑 可是都是騙人的 口是心非 對 我以前也這樣講 但我現在從今以後 我會說我好挑 一百分 所以我不挑其實是希望你的機會更多 就是說你不要因為你一講挑 所以男生都不敢接近 那我們是希望可以從一百個一千個裡面去挑一個 先騙進來再說 先騙進來再來篩選 女人都這樣子啊 對啊 我們是用一種獵人頭公司的方式在 你們看什麼 你們看什麼就是劉智王心態嘛 對 劉智王 對不對 好 各位 接下來 還有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我們有請志翰哥好不好 還有Apple 第二回合要討論的是 女生在愛情中越努力 男生為何卻越感到壓力 而代表男女雙方上場的 劉智翰與Apple 究竟誰能為自己辯護呢 我那麼努力 為什麼男人不愛我 你們女人啊 越做越誇張 哪有男人受得了 因為我之前有交過 因為我其實自己的個性 我喜歡很大男生的男人 對 所以我之前交過一個非常非常大男生的男朋友 然後他是會控制我的生活的 他不准我跟男性有人出去 包括一群朋友裡面 只要有一個男生都不行 對 所以只要有一個男生他就會生氣 更何況是你如果單獨要跟男生的朋友出去 然後我之前跟他在一起一年半的時間 我跟朋友出去的次數只有五次 其他時間都是就是跟他膩在一起 或者是他想去哪兒 我就得陪他去哪兒 但是很奇怪的是 他願意介紹他的朋友給我認識 但是他不願意認識我的朋友 對 因為我說你不願意去 那我可以自己去啊 跟幾個朋友 但他說那裡面有沒有男生 我說有 他說那不准去 我說那不然你跟我一起去 他又不願意 所以我那個時候那一陣子 我只要朋友一看 我最近好久沒出現 他們就會知道我一定是談戀愛了 然後等到我出現的時候 通常就是開始跟他們哭訴 我已經分手了 有異性沒人性的標準性 對我真的這樣 可是他這樣子就是一個控制狂 一個被控制狂 當他不被控制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他已經分手了 對啊 很多人都這樣 可是你自己喜歡吧 跟壓力沒有關係吧 不是啊 因為我也常常跟他溝通說 那不然你跟我一起去認識我的朋友 可是他不想啊 可是溝通有沒有效 他不想 可是女生如果這麼配合 男生會不會壓力很大 對而且你看我已經那麼配合你了 結果最後還不是分手 沒有那是因為他遇到控制狂 控制狂就是需要人家配合 像我不是控制狂這種 我遇到的女生 她自己主動來配合很多東西 我就會嚇到 因為像我之前有認識一個女孩子 那然後覺得 覺得感覺什麼都還不錯 那就可以慢慢開始進一步交往的時候 突然有一天我覺得 他怎麼突然變得那麼閒 然後我工作或者是我休息的時候 剛好他都也可以休息 那我說你最近工作是不忙還是怎樣 他說沒有 因為我知道你的時間不固定 所以我把我的工作辭掉 我這樣才有更多時間來陪你 壓力太大了 好貼心喔 這有點貼心 辭掉工作有點偏心 但是有叫你養他嗎 但是他願意陪你的這個心是很貼心的 那可不可以再過幾個階段以後 才剛開始 他這個等於是類似有一點 反過來他用這個方法來駕馭你 他是有點控制到的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 哇你也太主動的 讓這些東西變成我無形的壓力 而且很大 那你們在一起多久嗎 三個月 第二個月開始我就請他去找工作 一找到我就跟他說拜拜 因為太可怕了 你給太快了對不對 你給的是不是人家要的 對 OK 這很重要 這個也許是人家要的 但不是在現在這個階段 有遇過很多恐怖的 沒有大概就是 辭掉工作那個最恐怖的 那個真的是蠻有點誇張 聽完前面雙方的變亂之後 真的能感受到 女生在挑選對象上 真的有不少make up 兩個人在感情過處上 他們又被愛情做了什麼犧牲啊 你們為了男生到底有多犧牲啊 唉呦講的這樣 講一下你們的可憐給我們聽 好不好 這很可憐啊 對不對 一個是要關燈嘛 不要再燦到他了好不好 我覺得你們這整隊 會被他整個拖到日子 不要再燦到他了好不好 不要再燦到他了好不好 好來秦秦跟我們講一下秦秦 像我之前就有一個喜歡的男生 然後就是我知道說他喜歡的是 很認真工作的女生 然後可以賺很多錢 那時候就還在念大學 然後我就傻傻去 真的見了很多很多的猜 然後就是連跟他見面的時間 幾乎都沒有 結果後來他喜歡上的是一個 沒有工作的女生 這聽起來超正常的啊 對啊 你沒有時間陪他相處 他當然會找別人啊 不是 因為你把平衡整個弄壞掉了啊 對啊 你希望我們努力工作啊 對啊 不用努力成連陪我們的時間 都沒有吧 這是你自己過度理解好不好 對 過度理解 我喜歡認真工作的女生 不代表我喜歡一次接很多份工作的女生 對啊 是你一開始跟他交往的時候 你是很黏他的 對 還蠻黏的 對 說不定他別的工作做得不好 怕你太黏了 問題是你啦 問題是你啦 終於可以喘氣了 OK 好 優優呢 真相大了個白 對 我就是有跟一任男朋友分手 那因為我跟他說 我比較依賴男生嘛 所以基本上不太騎車的人 所以就是去聚會啊 為什麼都男朋友背是不是 對 男朋友在 對 然後後來我為了就是追 後來跟他分手 我想要追回他 我就為了他去買一台機車 然後因為那時候在高雄 高雄路程都很遠 然後我就去從我家騎到他家 每次都這樣騎一個小時 他家在哪裡 你家在哪裡 我家在男子 他家在市區在下面 對 所以其實很遠 然後我好幾次去他都不出來 最後一次去的時候他出來 我想說天啊 終於要就是要接受我 要把我帶回家 結果他出來看我一直哭嘛 然後他走進去 然後在走出來的時候 拿著兩張衛生紙 然後就說你回家吧 可是這個就已經 人家就已經 不是他已經分手了 就不是嗎 他就不愛你啊 他已經不愛你大片的衛造了 可是沒有 他已經習慣別人了 他已經不出神針了 那你們 他那一次是為什麼分手 因為我是射手座 他限制我說 要刪除兩個男生的臉書帳號 從此不能當朋友 可是我就不喜歡人家 限制我任何事情 對 好 好 其他韓韓呢 我之前也交一個男友 就是很愛他 然後我跟他那時候在外面同居 我們住在外面 他喜歡家裡面就香香的 然後地板也很乾淨 然後床也是很乾淨 都沒有頭髮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 就是因為工作關係 他說因為工作關係 可是我覺得不是 然後來分手之後 我還是一樣就是到 我們之前住的那個地方 幫他打掃 然後黏那個頭髮 然後就是讓房間保持香香的 還是挽回不了 對 然後我最後一次離開 他都不知道我回來 他也都沒有跟我聯絡 然後是我最後一次 對啊 你是偷流進去啊 因為我還有感應酷 你有房卡 你怎麼會有鑰匙 感應酷還在我身上 就是一人一顆 讓我沒有還他 他說叫我還他 但是我不想 但你沒有經過他的同意 你就一直溜進他 幫他打掃 對 你這樣會被抓 不會 我真的有點可怕 對不對 可是我跟他在外面租的啊 可是你們 然後呢 然後我就是 之後我最後一次 我決定不會再來 是因為 我在他的那個桌上看到 就是有一個 然後我就 對啊 他早就發現你來了 不是 他是放用過的 還是沒用過的 那還比較重要 沒用過的 因為我們之前都不會帶 然後為什麼 你們節目尺度好開喔 你們節目尺度好開喔 太誇張了 所以表示要跟別人的 真的就不需要 所以郁傑 所以郁傑 郁傑 我們是不是要跟 內政部申請性教育的 那種宣導 一個是把XX在頭上 OK 後來就我分手了 對 後來我就沒有到我去 已經分了 他後來就決定不再去人家家而已 好 但是那個 男生也來講一下啦 有沒有真的 碰到很多女生 就真的付出很多 可是我們就覺得壓力很大嘛 有這種什麼 楊剛 像我覺得就是 女生很容易就是說 我是關心你 所以我為你著想 但是很容易就變成 跟媽媽一樣 我出門然後就說 欸 你忘記帶保溫杯 我說帶保溫杯幹嘛 我裡面有熱咖啡 我幫你泡好的 我要叫你帶啊 我忘記帶 就是跟你講 昨天就叫你要準備好 怎麼樣 然後帶出去 然後忽然就說 欸 你忘記帶那個 錢包那個東西 為什麼沒有帶 我就覺得 為什麼你打電話來 不是跟我講這種事 不是跟我甜蜜 你就是打來跟我講說 我忘記東 忘記西 那又怎麼樣 忘記會死嗎 沒有 那也是一個為了你好 因為我之前也有交往過一個男朋友 然後他可能就是身體比較不好 他需要常常可能感冒或什麼 然後他又很不喜歡 就很容易感冒 然後他自己又有過敏 所以常常可能曬太陽或什麼的 他就會過敏 他就要吃藥這樣子 真的 就身體很不好 你覺得跟你有沒有關係 但是他自己 他本來就是身體不好 但是他自己又很不喜歡 吃那些可能維他命 或是一些對他身體好的東西 但因為我是他女朋友 所以他爸爸媽媽會特別叮嚀我 叫我要提醒他一定要吃 所以變得他如果忘記吃的話 那就是我的責任了 所以我才會一直 但我們就提醒他說 欸 那你早上要吃了沒 然後或者是你晚上那個雞湯喝了沒 然後他就說你不要在我旁邊 一直碎碎唸 好像我媽喔 然後我就心想說 那是因為你爸媽這樣子講你 你會覺得他們很煩 所以他們才叫我跟你講 而且你沒有吃的話 也是我的責任 你以為我想這樣子一直唸你嗎 你幫他保險買一買 然後他吃不吃就隨便他了嘛 因為 你把他先保險 他搞不好會 喔 我要吃藥 好恐怖喔 你就還是為了他好啊 那正義呢 就是因為我之前有女朋友 就是因為我大概上下班的時間 都比較固定 可能就是大概早上就是 朝九晚五這樣子 那有時候每次就是說 我到下班大概前半個小時 那女朋友就打說 欸 寶貝那個我 那個晚餐我已經煮好了 今天是三菜一湯 那其實有時候會覺得說 我們男生有時候 殊不知我們可能要加班 或是說我們可能今天 要跟朋友去 跟朋友吃飯 因為我又很愛打球 打安球 那可能有時候 球友約了我們就出去打球 那有時候就對他們講 是一個壓力啊 因為覺得說 我們今天如果沒有回去吃 那我們好像就 讓我們的女朋友很受傷 那可是呢 因為這個 我們 如果說我們 因為這樣順服他的話 對不對 對我們來講 我們覺得說 那我們人生就沒有 沒有我們自己的一個空間 包含說我上下班 我就要非常準時 我也不能在公司加班 然後我也不能跟朋友去應酬 對啊 你有提醒他說 我今天晚上可能 有啊 因為後來就有跟他在講說 太容易覺得壓力大了吧 如果下次 下次如果說你要 你要煮的話 你先講 那我們可以 讓我們去安排個時間 而不是說 你每次就是可能 你煮完飯了 然後就跟我們講說 寶貝我煮好囉 我今天在我 我今天在家裡面等你喔 那你下次也可以先說 對啊 你知道煮飯有多累嗎 對啊 你知道煮飯有多累嗎 你知道煮晚餐 下午的機會 你看啊 你看我們都 沒有幫到幫牆對不對 煮飯真的很辛苦 有多少男人的 你會煮嗎 我問你 你問對面現在這麼多女生 有誰會煮飯的 最好你們都問了 你們都問了 外界太多了 真的 你房間這麼亂 你煮的菜會好吃 我還真的會煮 我跟你講 我以前煮給我的男朋友吃 都是三餐一餐 你拿手吃嗎 沒有 重點是她還活著嗎 紅酒堆牛肉 她還活著嗎 紅酒堆牛肉 青子丼 然後義大利麵 我全部都會做 來 她還鮮難吃 我覺得她會煮 紅酒堆牛肉做法 用說的就好 因為我都是看網路的那個 你也是把他偷動看 你也是把他偷動看 不是 謝謝美人姐 Liar 我跟你講 女生那個努力的心 我不是自己會做 我是她想要吃什麼 她點菜 我馬上就上網去搜尋那些菜單 然後邊看邊做 然後弄得焦頭爛 你知道那樣做一定不好吃 你中間看了什麼東西 你看什麼東西 忘了買 你還要出去再買回來繼續做 所以我到下午兩點就開始準備 晚上六點的菜 這個要問一下玉姐愛 為什麼究竟女生的這些付出 男生好像感受不到還是什麼 女生有一個習慣 就是女生她太愛一個人的時候 她就會很想要 無微不至的照顧你體貼 你想要取代你媽媽的角色 其實剛剛男生講的都對 可是我想要提醒一下女生 就是其實男生永遠都是 要記得男生是一種狩獵的動物 來 請大家記得 活的獵物人人會追 死的獵物就沒有人要 所以男生是狩獵的動物 如果你讓他跑給他追的時候 他反而會比較有動力 想要去更加的了解你 更加的愛你 得到你的注意 可是當你就 來吧 這樣子的話男人就反而就是 配合度不要那麼高 配合度不要太高 你們家的話相處起來的關係 會很累啊 已經講了啊 獵人跟獵物永遠累的啊 我們很累 我幫你 我抓你 你要跑啊 我們很累就是這樣啊 可是我以長久的關係 這樣真的很累 對啊 如果你是沒有 感覺是完全沒有回來 誰剛認識你的時候 會覺得要跟你長久的關係 我爺爺奶奶都96歲 到現在還在這樣玩 你還在追我嗎 你還在追我 舉例 跑得動嗎 舉例 舉例就是我奶奶會這樣 過來老頭來親一下 然後要親 然後我爺爺就不給他親 然後奶奶就會硬把他拉過來 然後就 你要我剛剛要親你 你現在 我不親了 他就走了 還在玩這一種啊 8 8 這個甜蜜 其實真的很甜蜜 而且都在我們孫子輩前面 就這樣玩 這個蠻感覺 這個道理真的是巨巨 那你奶奶有煮三餐給你爺爺吃嗎 有 他96歲到時候還一直 要不是因為這一次他有 就是動了一點小手術 給他請了一個用人 要不然他三餐都要煮給我爺爺吃 可是照你這個道理 他不是應該愛煮不煮的嗎 不會 對 這個東西不是用在煮飯上 現在在生活 你又來了 又挑了 又在挑了 又在挑了 你會本舉版三 真的 完了想要攻擊他們沒有辦法 各位接下來我們還有第三回合好不好 我們來歡迎小哈 夏宇童 第三回合要討論的是 怪怪女生為何比我還要惹人愛 而再度對上的哈孝遠以及夏宇童 雙方都有類似的經驗 而究竟誰更有理呢 為什麼壞壞的女生比較有人疼 攻擊男生的女生最討厭了 好男人需要博樂啊 你們女人要給我們機會嘛 有一些時候交往是不是 朋友也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主案 有因為我之前就 當時就是我們有兩隊 就我們四個人是好朋友 那我跟對方男生 我們是大學就認識的 那我們交了男朋友 他交了女朋友 我們就常常就會約出來一起吃飯 那因為我那朋友他做服務業的啊 所以有時候就可能一些聚會 他可能排班排不上 他就沒有辦法來了 那我自己也會覺得說 女生就是吃到這麼晚 我也會覺得我可以 我男朋友可以送他回家 因為其實很近 可是那一次送他回家 我就發現很奇怪 就是為什麼到四五個小時 我都找不到人 第一次的時候 然後我就等他地方等很久啊 後來就是打好幾通喔 大概過再兩個小時之後 他說我在回家路上 碰到我的高中同學 所以我們就是 我手機就放在車上 我們在路邊聊了很久 然後我剛剛才看到 那我就也沒有想太多 那可是從那一次之後 就覺得他每次電話 要嘛就是不會帶在身上 不然就是電話都會關靜音 然後不然就是會去旁邊 走到很遠的地方去講電話 有毛病 那那時候我就想說可能 就是是不是在外面哪裡有認識 就我一直在思考 就有點想要搜查一些蛛絲馬跡 但後來我發現一次是 我們大家四個人出來吃飯的時候 我發現女生她常常講一些 可能是只有我跟我男朋友知道的事情 或者說可能我們最近去了哪裡 他說我知道你們有去 可是因為我們有一個聊天室嘛 群組啊 群組 我們上面沒有講啊 而且我也不可能私下還是會跟她連 就沒有到那麼好 因為我是跟我男生朋友比較好 就沒有講到這些事情 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已經覺得怪怪的 然後後來又那一天 因為男生又要回去他的店裡上班 然後也是我就是男朋友送他回去 那一天我都完全 那個晚上我找不到我男朋友 到隔天早上他說 因為他後來去打球太累了 他在車上睡了 我就覺得越來越誇張 然後他一次就出來吃飯 就只有我們三個 我就決定我要 因為他就是 女生很理所當然 就說那你男朋友今天可以送我回家吧 應該沒關係吧 我說喔 好啊 可以啊 我就跟車 然後我就發現 他是直接就去他家了 然後當下我很生氣 可是我不敢上去 我不敢上去找他們 男的去你的家 對 男的去你的家 已經去他女生家 對 男的去女生家 送他就直接回他家 然後我 多久才出來 我那時候後來自打電話 38分鐘 沒有 我在樓下其實等了有 快兩個小時 因為後來我打給我男生朋友 請他過來 然後他就衝上去 把他們兩個抓下來 講清楚 然後我那時候 抓他的時候有穿衣服嗎 沒有 男生沒有 Oh my God 對 男生沒有 好過分喔 而且據我所知 男生上去的時候 男生全裸喔 他們在洗澡 對 他們在洗澡 是前還是後 我想應該是後 因為有兩個小時了 然後 好過分 然後後來下來之後 我本來就想說 想聽聽看這個男生 會給我什麼 解釋或什麼 解釋 可是這男生就是直接看著我 跟我說 好過分 我覺得我跟他比較合得來 好過分 我覺得他是真的可以知道 就是 就是我要的是什麼 然後 後來他們兩個 就在一起 然後女生在過程 在那段時間 他還有打亂給我說 其實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可是 那一個晚上 你怎麼離開那個地方 就 他一講完 我就馬上轉頭就走 我不敢待在那邊 因為我不是那種 因為獅子做個性比較強 不太會在人家面前哭 後來他們兩個結婚了 然後 他祝福人家 真的 後來也真的 你會後悔嗎 就是 你會後悔 不會 你還要去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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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說 這是什麼 而且 我跟你說 我有去 你有去 你真的有去 我只是開玩笑的 他真的發 而且我後來又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呢 原來他們在比我更早 他們更早就 已經在 就是可能已經有暧昧了 那妳是第三者啦 不是 就是我再跟他在一塊那個時間 因為後來他們會放 結婚不是會放那個回顧照片嗎 嗯 就那個樣子 那個時間點 你看你就知道 那個書紙包了你 你還去喔 天啊 你可以不用包嗎 說真的嗎 我還是要 因為他都發給我啦 對 因為通常沒人不用包的 你知道嗎 他要給你紅包才對 他沒人不用包紅包啊 我還是包 而且我 我那時候包 我還包三六 還包到三六 我包三六耶 你是沒人耶 真的 對啊 你還包什麼 你有沒有上台自知啊 三六 你是什麼樣的心情去參加這個婚禮 然後後來我就哭了 可是我走到廁所去哭 因為我覺得我好笨 我幹嘛去啊 可是其實過很久了 因為他跟我 因為其實那個女生 就是 因為我那個大學的男生同學 他也說他會去啊 那你們兩個一起去 抱頭痛哭這樣 我們兩個去 然後就是其實後來很閃 然後那個男生就提早 就離開 然後我就邊回去的時候 我就邊哭這樣子 你是去享受那個痛哭是不是 沒有啦 因為獅子座有四度的自虐狂 對 自虐狂 你沒有必要 你們分開幾年之後他們結婚 沒有 但是大概有快五年了啦 其實也是真的覺得時間久了 那他們也真的在一起那麼久 也會覺得說 去祝福人家是當然的 對啊 沒想到 真的沒想到 天啊 其實做了怎麼回事 為什麼要逼自己去這樣的婚禮 其實就是一個 不服輸不甘心啦 他是不是在 會把自己搞得那麼慘 其實是因為不甘心的問題 對啊 你為什麼要 就是覺得他 他把自己搞得那麼慘 來徹底讓這一段或許 你覺得 這樣是好 如果說真的這一段過去了 那就算了 就是因為 我覺得我也放下啦 以為自己放很像 對 以為自己放下 但去了之後 就有一種覺得 我好像有被那個羞辱 又被羞辱一陣的感覺 好可憐喔 所以妳是傻啊 沒有 這感覺好像有點自取其辱的感覺 其實妳可以不用在那邊 所以我就不懂啊 為什麼你看這樣壞壞的女生 她可以找到一個男朋友 然後 而且還是搶人家的 然後最後結了婚 然後有的小孩現在很幸福 我現在一家都在國外 超幸福 還有他們臉書 他夾我還夾他喔 天啊 那是沒人了 為什麼 為什麼我都得不到 沒有啦 可是有的女生她使壞 還是要適當 有的會適得其反 那我很好奇 那一對 那一對是什麼心情發這張帖子 給夏宇童 妳說男生嗎 對方是雙魚座 女生是雙魚座 那男生呢 重點在男生吧 男生嗎 可是是女生邀我的 那個啦 我覺得是 獅子座的女生都太喜歡故作堅強了 一定是在分手的時候 妳沒有要死要活的 就覺得OK 我祝福妳 但是雙魚座的女生通常 因為我上次在雙魚 我知道 就一分手的時候 哭到一個不行 然後覺得世界上沒有她 就會死得很難看這樣 所以大家都會比較想要保護這種 會撒嬌的女生 所以她兩個一比之下 她覺得妳應該早就已經 OK的釋懷了 然後那個女生應該是故意要讓妳看的 因為雙魚座女生有點心情 像我啊 我都會常常覺得 就是分開我一定不會硬要去追問個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就是 大家就是乾乾淨淨這樣分開 我不要就是給妳困擾 雙魚座是時間過久 她自己也會忘記當時是自己把人家搶過來 她會覺得說 其實我們就是真正的 我們就是真正的那個王子公主 她就碰到這招 她就忘記了 她那個婚禮那天就寫 真命天子什麼什麼的 她忘記 她傷害到妳 對啊 所以妳看妳就是care 妳還記得他們婚禮上面寫什麼 因為蠻近的 但是沒關係 妳跟妳講 這種壞壞的女生 我有幫妳處理過一個 就是啊之前 我很快講完 妳的故事實在太精彩 我很快講完 我這個無聊的故事 就是啊 之前我有認識一個女生 她也是很喜歡耍壞 然後她之前的男朋友 都是這樣 有點耍小心機 就是得來的 然後那我也就認識她 然後就是 大概出去約會過一兩次 然後後來 就是我要再約她 然後又開始耍她的小心機 第一次她就說什麼 她長了一顆痘痘 她不想出來 我說好 那就算了 然後第二次呢 她說她要回家去餵狗 她的狗呢 吃飯吃很慢 一直吃要三個小時 所以呢 我就說好 那就算了 那就不要出來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讓妳耍兩次 應該可以了嘛 對不對 那妳的目的也達到了 我也真的很想再約妳出來 到第三次的時候 她就跟我講說 不行 她要在家追韓劇 她實在是要追得受不了 她也是愛得太刻骨銘心了 這個男女主角 所以她也不能出來 那這樣子我就會覺得說 以我一個男人的那個就是 尊嚴 那種尊嚴 我覺得我再約妳那就不對了 對 你知道嗎 我就說好吧 那OK好 那就不要約啊 對 那我沒有直接跟她說不要約 我說OK 好好 那沒關係妳看 那我就沒有再跟她聯絡過 她反而跟我們就是共同的朋友 就講說哈孝遠很奇怪 她不是說要追我嗎 她這樣子在耍我 明明就有講說要追我 然後可是 這種女生真的討厭 後來又不約我出來 那這樣子在耍我這樣 我就覺得妳是在幹嘛 妳有毛病嗎 你知道 所以有的女生耍這種小心機 要看人 你可以跟她說 那我可以去你家陪你去看韓劇啊 直接跟女生說我要去她家 你可以說我可以跟你去看韓劇啊 那個應該是楊剛跟Elmo會做的事 我沒有啊 對 我比較不會 說那你約出來 我們一起在外面看啊 咖啡店也可以看 韓劇通常都是配的啊 沒有 因為我 剛剛交往這樣講也over了啦 對 這樣太過分了 可是你怎麼知道 她現在疫情故事 搞不好是真的 真的要中是不是 對啊 因為我們都會講說 好 那下次約好不好 下次約 她說好 我會跟她講說 那我們可能約下禮拜啊 或是過兩天好不好 那她當下說不行的時候 你有跟她說 那明天呢 那後天呢 你有這樣問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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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 我們這種對 男人要有自尊心 對 你如果自己 再一直跟她講太多 就好像我們叫哈巴狗一樣 不是啊 我覺得女生 女生你到底搞清楚 你是疫情故事之後 你就要放鉤子 你不可以這樣子 那三次人家就不要啦 對不對 那你就說人家不理你 好 來來來 回座 什麼東西 我只能講說 雙魚座有時候真的 自我感覺良好 不知道這樣是傷害了別人 對 對 其實是這樣 真的 雙魚座常幹這種事 對 玉姐愛 但是為什麼就是 剛剛她其實很氣說 為什麼好像比較壞的女生 反而男生比較喜歡 其實我要講 就是壞的女生 她可能不是真的是人品壞 或是品格壞 她其實就是 比較不容易受控 然後她比較 像剛剛講 她配合度不會那麼高 她比較有神秘感 那就像回到剛剛講的 她比較敢要 比較敢要 然後比較有策略 比較有技巧 不會一下子就全部攤在那邊 給人家就是說 OK我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還是要鼓勵各位女生 就是你們還是要有自己的生活 然後保有神秘感 不要完全的配合男生這樣子 好像是耶 真的 這樣子就喜歡 有點神秘感 對 男生最喜歡這種 對 但也不要太過 所以我可以講一下嗎 剛剛有一個說要什麼 陪我大便有沒有 太不神秘了 真的講一下 對 好好講講她 我們已經說她是特例 對 她特例 大便也很神秘 你可以猜我今天吃什麼 很神秘 很神秘 把大便當草皮 我覺得這個好像男生跟女生 同樣的事情有點相反 因為我也有交過一個男生 就是男朋友 他就是也是大便都要我去陪他 那你可以介紹他們兩個交往嗎 你可以介紹 對啊 真的 他也是大便要我陪他 我就說你幹嘛一定要逼我進來 聞你大便的味道 他就說我就是想要你陪我這樣 然後就變成他在大便的時候 我就得坐在旁邊陪他聊天 但久而久之我也就習慣了 對啊 他被打拚指 你應該跟他同意 他配合度真的 我跟你說我配合度真的很高 你就被虐待狂啊 忘記老師 要幫我們最後一個女生一些建議對不對 怎麼坐在那邊 好 大家這邊左手到右手邊 12345 五張牌 選擇第一張的有呢 玉潔愛 OK 選擇第二張的呢 我 好 宇童跟Apple都是第二張 選擇第三張的 自己一定要選 OK 選擇第四張的 好 美人姐的第四張 好 選擇第五張的有嗎 好 後面這些女生 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解釋一下 選擇第一張的呢 玉潔愛的呢 怎麼樣做才會讓男人也愛上妳 第一張呢 第一張呢其實 你翻兩個瞪眼 對 好 改變價值 心定則靈 就不要那麼挑 改變價值 改變價值 不要挑 這張牌的人呢 你唯一不變的就是你一直在改變 你改變你的標準啊 一直在無限放大 所以其實 你的心一直隨著你的慾望 你看大家看到這邊其實有一條蛇 然後做成一個無限大的符號 好 所以尤其是在物質和慾望上面 你會一直離線地放大你的標準 而且一直在改變 讓對方一直根本就是抓不定你 所以建議其實如果你是要心定的話 相信那個男人就會更愛你了 好 選擇第二張 Apple和夏宇童的 停止抱怨 好準喔 一整集有沒有 太準了 STOP 太準了 STOP 我連那個男朋友大便我都賠了 我在抱怨什麼 好 這個意思是說 其實你現在呢 就是說你不要把對男朋友不滿 一直放在嘴邊 一直賢東賢西 讓那個男人或者你周邊的男生 會覺得說 你好像一直在嫌你現在的男朋友 或 也許你周邊有人對你有好感 反而你一直在抱怨你前面的男朋友 做了些什麼東西 好 不要顧影自戀 其實像 你就像 就是要一直告訴別人說 你好像一個枯萎的蓮花一樣 在那邊顧影自戀 然後自怨自哀 其實讓你覺得 其他男生反而會有卻步 不敢去靠近 停止抱怨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張的 OK 拋開假面具 回歸最初的 第三張這個 這張牌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開過於那個 用所謂的 分析愛情的方式 去跟另外一半相處 然後又一直很ㄍㄧㄧㄥ 然後自我防衛心很重 我剛剛有點想選這一張 我第三跟第四在那邊 滿準的 我在想說你為什麼沒有選這一張 對 我很想選這一張 可是我會覺得 我想要有一點顏色 OK 好 而且這張 選這張牌的人呢 建議你就是 回歸到你最初的那個 就是召喚你內心裡面 最深處的小女孩 把它找回來 就可以讓男人更愛你 我們來看一下美人姐的第四張 克服障礙無懼向前 這張牌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你有過於 對愛情現在 太過於起人憂天了 因為過去的不愉快的經驗 造成你一些障礙 心理障礙 一直心結一直都沒有解開來 所以其實你有一點些 悲害妄想症的感覺 其實 其實如果呢 有碰到喜歡的 你大膽示愛 勇敢追求 無懼的向前行 其實是可以得到 而且甚至可以 讓這個男人更愛你 不用再害怕以前 過去的一些時間 好 漂亮喔 好 我們看一下 最後一張的 選的觀眾朋友呢 保持神秘 勝防看穿 選擇這張牌的人 通常就是沒什麼心機 很容易就表現自己的一些 所有的大小事情 很容易幫你的對手 或者是你的對方呢 可能先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反而可以對 對你對症下藥 所以選擇這張牌的人 其實稍微可以 矜持一點 好 給大家做參考 這有幫到大家 好 不過 怎麼了 你怎麼想到了 他們停止抱怨了 對 他們不講 不敢抱怨 對 就不要抱怨了 然後只有很年輕的女孩子 會講 愛我就要愛我所有的一切 包含我的大便 真的耶 真的 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還是留美好的給別人 對不對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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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